《经营书》里头说的也不错 烦恼稀奇 什么最重 欲望 欲望没有止尽 没有底线 所以故人 对于这一段事情 是严厉的方法 从小就教导 不贪 不称 不吃 佛如是教人 中国古代 老祖祖 古圣鲜鲜 没有一个不重视 教人 礼遇 佛法是完全断绝 世间法要有戒度 不能太过分 太过分 感召来的是灾难 那今天的世界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 人的欲望 被物质 被物质 金钱 引发出来了 这一发出来之后 没有办法收拾 他回不了头 他有一个亿 还想十个亿 有十个亿 还想一百个亿 有一百个亿 他想一千个亿 有一千个亿 他想一万个亿 乃至于把整个地球给他 他都不满足 这个灾难就来了 为什么 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欲望跟福报要相称 人间福报大小不一样 地位高下不一样 你在什么样的地位 拥有什么样的财富 他有一个标准 不超过这个标准 非常好 那叫相福 超过这个标准 虽然得的多 你没有福报 为什么 你烦恼 你操心 患得患失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你在造罪业 罪业就很可怕了 往前面看 来生就是赞同 说不定就躲地狱 那个时候 后悔莫及 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这就是怀主于欲的意思 要把它战胜 中国古生献献 把这个白座 第一条 那么释迦牟尼佛 讲经教训 二 霸相成道说法 第一条 是破烦恼成 坏主于亲 西猪狗物 谢明清白 这在第一条 我们 括题上是 破灭其物 谢明清白就可悟了 前面三句是 破灭 白在第一条 你就晓得 它不是小问题 它是大问题 你这一生 将来是到善道 是到悟道 还是到净土 关键在此地 六道凡夫 哪个没有欲望 没有欲望 他就成佛了 成阿罗汉 最少 他也是阿罗汉 见死烦恼 断了 他还有成上无名 所以 佛在华言经上 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这一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 那 确确实实 是福 福 为什么 变成六道凡夫 就是被欲望 所累 因为你有欲望 你变成六道万夫 欲望天天增长 没有衰退 所以 越迷越深 业呢 越糟越重 你做的那些事情 无论是好事是坏事 通通为这些欲望 不知道欲望是假的 那这个欲望的因 感召的果报 这个果报 就是六道 六道从哪里来的 就这么来的 所以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 自己的善意 造三善道 自己的物业 造三窝道 在轮回当中 无非是自作自受 与别人不相干 别人来劝我们做我 主宰在自己 如果我心里清楚明白 不造业 不但不造物业 善业也不做 为什么 善业 神三善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在六道里头 日子好过一点而已 既然出不了六道轮回 佛格我们讲的话是真的 无量界当中 你肯定在悟到的时间长 在善道的时间短 这是事实 多么可怕 所以佛教我们修菩萨道 所以佛教我们修菩萨道 那菩萨道那就不一样了 菩萨横顺众生 好像也在造业 好事坏事也在做 但是他有本事 不乐印象 也就是说 他所有的造作 都没有放在心上 心上决定没有 世上有 心上没有 这种业叫敬业 敬业 六道里头有 哪里有呢 滑藏世界有 极乐世界有 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人 绝大多数 占百分之九十 都是往生 滑藏世界 那修一切法门的人 他修成功了 一部分呢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 有真实智慧 善根福德 圆满具处 选择极乐世界 能不能往生 神 化妆世界 统统都要 断烦恼 没有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待业往生 只有业门 弥陀净土 待业往生 其他没有 迷了净土 在我们六道里面 也不能 待业往生 也要真正 把烦恼 付出 才能 生 斗率 内月 真正 能待业往生 只有 弥陀 净土 这一天 我们 不能 不知道 不能不认真 学习 这一次机会 也是错过了 来生 什么时候 遇到 要无量 解 有无量 解 你才会 有一次机会 遇到 太难 太难了 所以 决定 不要为 这个世界上 小名 小利 欺骗了 我们 把 净土 往生 留 这 不好 啊 四处 世界法 都是一个云 缘分 缘真正成熟 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应该要做 缘没有成熟 不要勉强 勉强不得 勉强 到最后是奢望 到最后是 后悔 那就吃了 人 人 什么都是自然的好 一切随意语言就好 决定 不叛运 叛运 就是 勉强 成就 随意语言 就是 利益 修行 在这个时代 乱世 整个世界 社会 秩序都没有了 中国古人的秩序 在中国这个 大地上 实现了 几千年 最近 一百五十年 放弃了 泡弃了 才有今天 社会的动乱 像我这样 年龄的人 或者比我大几岁的 就更清楚 抗战期间 社会有秩序 人人 还懂得伦理 还讲道德 年轻 知识分子 他们 效法 西洋 外国文明 对中国传统 排斥 没有信心 但是 在那个时候 上我们上一辈的 父辈的 比我大 二三十岁的 他们这一生 都遵守 一直到老四 底下一代 不相信了 现在是第三代了 第四代了 你给他讲 印象都没有 非常陌生 这就是传统文化 在今天推动 有很大的难度 道理 这四代 那六十年前 有不少外国的 专家学者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非常认真 他们也非常赞叹 研究的最好的 英国的两个 学者 前面一个是罗素 是我们祖父辈的 是我祖父辈 汤恩比 是我父亲这辈 大王二三十岁 罗素大哥 大王五十岁 他们认识 他们明白 那对中国传统文化 佩服的五体都低 可惜中国人不认识 中国人把它丢掉 要向西方学习 那二十一世纪的社会 就是先前社会 混乱到这种样子 他们在五十年前 就看到了 像是大家宣布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学习问题 一定要 中国 孔孟修书 大乘佛法 二 孔孟修书 大乘佛法 都在中国 换句话是 需要中国传统文化 才能解决 才能解决 当前的问题 尤其 汤恩·米波斯 万年 他过世 是1975年 他85岁过世 万年 就是80岁前后 三次访问日本 日本文化 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韩国 越南 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他们研究历史 研究文化 认为这是东亚文明 中国是主 这三个国家 是卫星 是中国文化 卫星的文明 如果这四个国家 要能够激活成一体 就能影响全世界 他没有看到群书之药 如果要看到群书之药 他一定是灰书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代表东亚的文明 也就是代表四个国家 中国 韩国 日本 越南 这个文明 能救国家 能救全世界 是真的吗 我们也做了事业 在群书之药里的选择 现在社会 迫切需要的 把它抄出来 因为群书之药分量太大 翻译 要很长时间 至少要五年到十年时间 我们现在要救济 所以在里头 揭露出十分之一 翻译言语 去年 今年 我们在巴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把这个书送给 祝教科文组这些大师代表 193个国家地区 这些大师代表们看到之后 没有一个不欢喜 没有一个不欢喜 这就是做事业 行不行 唐恩明说的话 能不能显得通 大家看他欢喜 马来西亚老手下 看到这本书之后 马哈地长老 非常感叹 我得到太迟了 这是一本真实智慧的书 几千年前人写的 现在要管用 我要是早年得到 我就会少做很多 错误的决定 那我们赠送 好像是一个人送了三四本 希望他带给他们 国家领导人看 好死的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大家不要害怕 中国人不会称霸 中国人不会欺负人 中国人过去吃了亏 不会报仇 你们放心 所以不是中国的武力 不是中国的政治 不是中国的科学 不是中国经济贸易 都是 是什么 是中国的群殊之药 从群殊之药建立共识 希望将来是天下太平 中国人的理想 平天下 平天下 平是平等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就是全世界的 国家跟国家 族群跟族群 文化跟文化 宗教跟宗教 都能做到平等 对待 和睦相处 那就是地球上的 太平 甚世 出现 中国走的这条路 今天我们细心观察 中国领导人 习主席 他在国内外的谈话 他在那里做 他该做的 说的做的 就是朝这个目标 中国老祖宗的教训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就是中国梦啊 中国文化能团结 全世界的文化 让这些文化 这些宗教 统统 落实在教育 互相学习 这些文化 统统都会提升起来 这是人类的福祉 真正的幸福 唐恩比的话 说的不错 我有幸 看到这本书 这本书不是长效书 为什么 有很多人看着不相信 唐恩比相信 什么原因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他就相信这个 中国人遭遇到困难 遭遇到灾难 肯定会回头 回头是难的 当然 关键的人物 是国家的领导人 他带头 复兴很容易 他不带头 很难的 为什么障碍太大了 阻力太大了 他带头 团结一些 真正有 共识的人 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 热心的人 团结起来 我们相信 顶多十年之内 这个地球 可以出现太平神世 我有这个信心 但是我能不能再和圣年 不一定 你要问我 我不想 我希望早一天到极乐社区 我现在每天拜佛 我拜的时候 阿弥陀佛求生进土 念念都是求生进土 我不想在这个世界住下去 但是我希望 我把我所认知到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你们努力 向这个目标 向这个方向紧紧 带给世界 永续的安定活佩 我没有希望 当然我就没有奢望 有希望的人会有奢望 没有希望的人 不会有奢望 佛教 尽宗 海鲜老和尚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能念福 自在往生成福 不需要人祝念 他欲知识指 知道哪一天走 跟阿弥陀佛约定好了 到时候佛出现 接应他往生 他给我们说的那几句话 非常重要 往生要有信心 不要靠住 不要靠住你 祝念不牢靠 祝念没有信心 这话讲的对 这个就是决定往生 走没有丝毫病痛 走的这一天 早晨 到晚上 还在菜园工作 干了一天 平地 拔草 教菜 一直到晚上 大家老和尚干了一天 可以收工 休息 不要干了 他怎么回答 所以我干完了 干完了我就不干了 就收工 晚上念佛 我死了 可以说 为我们标法 活一天 要做一天 活一个小时 要做一个小时 说放下 就走了 得大自在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做的 他有个私地 海庆活上 也是这样做的 我们看了 我们看了 都没有祝念 他不是没有人 他要通知 祝念人可多了 以后都不用 叫人 要自己有真处 真正的把握 把握从哪里 放下 一般人的毛病 就是放不下了 欲望太多了 很辛苦 那想的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 就在小小的这个地方 这地方不是道场 我们这一生 没有佛宝 做道场 要有佛宝 一生没有佛宝 想建一个道场 总是有人破坏 那夜深过着流浪生活 到这个年龄了 该走回 我们一心一意 回归净土 这个地方不是道场 是十几个念佛同修 每个人在这里 买一栋房子 我们在这边 互相照顾 在这边念佛 在这边修习 无量受精 就是一步进 一举佛后 求生建土 这是没有佛宝当中 是另一类的佛宝 对于念佛 求往生 是好死 是好阴雨 没人干扰 有道场 现在的人 就由一丝来 争取这个道场 到这儿出家 将来这个道场 就是好的 但我们这儿没有 这栋大楼 王居死的 他借给我们 主权是他的 我们自己一个人 有一栋房子 在这个时代 这就是庄严道场 这里没有照片 没有寺院 南堂就是这个称呼 像海鲜老和尚 他那个庙是个古庙 破庙 没人要的 这个庙 这个庙 宋人 人也不要 太偏僻了 没有信徒 没有人收下 多少年 没有想活 靠什么生活 自己跟踪 所以海鲜老和尚 为我们实现的身份 是标准的农夫 他耕种经验 非常丰富 从小 在田里面长大的 一生 没有念开 离开田地 非常勤快 他开荒 所谓开荒 就是那个土地 没有住的 把他开垦出来 做田地 种粮食 种蔬菜 种水果 大面积的耕种 收获非常丰富 他不卖钱 他拿这个去 救济贫苦 贫穷人家 没有吃的 他送 供给 得他 这样 这种不失的 成千上万人 这属于财不失 有内财 有外财 而且他工作 念念 没有离开念佛 工作就是道场 而身生佛号 继续不断 他生活是道场 工作是道场 待人介物 无处不是道场 道场可大了 什么道场 极乐世界的大道场 没人知道 是真的不假的 他发息冲案 真的 什么都不要 但什么都不缺 圆满自信 自信圆满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知道 要知道 实 与心 这个有欲望的心 必须要实 二 明 利 财 色 要把它实在干 实在就是放下 要放得干净 你才得自在 你才得发息 你的眼光就亮了 你才能看透 世界呢 世界再不会蒙蔽你了 再不会欺骗你了 世界是什么 假象